苏金上回咱们讲到上海仔跟那个太子辉就说了 太子辉在那个广州在你这个宴会上 我叫刘翰打这个样子 你必须给我出头 如果这是在香港 我自己把那个事都摆平了 但是就是在你内地 你跟刘翰给我要两千个W挽回我的面子 太子辉这一听 两千个W啊 说上海仔呀 我替你出头行 但是这个辣我做的有点大了 两千个W是不是太多了 那么上海仔说了 两千个W 对于刘翰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而且对于你太子辉这个面子 在你的主会场 他也指两千个W 对于我上海仔 我不差这两千个W 但是今天这个事说出去 我丢言 必须让他拿两千个W 那么太子辉这一合计 这个事你说 我必须得帮这个上海仔 但是两千个W确实有点多 说你还没有 有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你太子辉如果不给办的话 你看第一 太子辉跟那个上海仔关系不错 第二呢他俩有合作呀 好几个W呀 必须得帮他 那么上海仔就说了 有第二个选择 那就这样刘翰 过来到我跟前给我跪着刻上个响头 打我的 我卢素还回 你看这第二个选择比第一个还狠 太子辉这一听啊 行了 我给你要吧 两千个W 太子辉也知道 这是在自己的主位上 而且你说 刘翰如果给自己的面子 两千个W不算什么 对于刘翰来说 刘翰当时在这个酒桌上 跟这些 这些社会人给他喝酒了 太子辉过去敬酒 给刘翰敬完酒了 说这个刘翰 你出来一下 跟你有点事说 刘翰出来了 那么太子辉 开门见散了 说这个刘翰 你看啊 这个上海仔从香港过来 你也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你把赢家给打那个样 现在赢家不干了 你说好说歹说 让我做个中间营 你给拿两千个W得了 这个事就算了结了 刘翰这一听说 多少啊 我给他拿两千个W 是的 如果你这是刘翰 如果要是在香港了 你都得给你拿五千个W 刘翰讲话 我给他拿五千 两千的 两千块钱 我都不带给他拿的 你告诉他 不服 到这个四川汉龙集团找我 随时奉陪 那么讲话 太子辉讲话呢 我说刘翰 别这样啊 卖我个面子 上海在这边还跟我有合作 你说这个事还在我那会场上 你把赢家打那个样子 你就给拿了得了 刘翰这一听 太子辉你这话里有话啊 你这明显一边倒啊 说太子辉 啊 我大老远从四川来的 我给你老母亲过了个大售 你这倒好啊 你一边倒 让我给他拿两千个打不了 太子辉 你有点过了吧 啊 虽然这是在广州 你的主会场 但是 我刘翰 我今天 不可能给他拿两千个打 刘翰 转头就走 太子辉这一看 刘翰呢 你是不给我面子的 你站住来 刘翰 多少你得给我点面子 啊 这两千个W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 你今天不拿 就是不给我太子辉面子 我今天 这是 我也明确告诉你 这是在内地 但是 这是在广州 如果你不拿 你今天也别想走了 啊 太子辉直接就惊眼了